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來介紹的車款是福特 很熱賣的一個車款Focus 那這個的話 最新的話已經到了四代了 這個是四代之前的三代跟三點五代 那三代跟三點五代算是一個外觀的小改款 可是避震器的部分 底盤的部分是一樣的 那二代跟三代的話 也只有些許的差異了 那三代的話 這個是它原廠拆下來的連件 這台車 KT 販售的相當的好 所以甚至是我們的經銷那一邊都有現貨的庫存 所以這個是 KT 裡面算是排行前十名的一個熱銷車款 那基本上最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序的經銷商 飛魚底盤紀言 自己本身也是開Focus的 所以它有氣壓的實裝車 或者是其他車款的實裝車 可以提供給Focus的車友來試乘 那當然了 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好 這個是Focus後面的彈簧 那這個後面彈簧它的長度很長 包含它還有一個上橡皮 但這個上橡皮 KT 還滿用心的 KT 的話 專門開了一個橡皮的模具 來取代這個東西 所以 KT 的話 上橡皮 原廠上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安裝的方法 上橡皮 KT 有附 然後一個調整機構 再來就是 180mm 6公斤的規格 給這台車所使用 所以 後面的話 上橡皮 上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那這個 就是後面的上座 後面的上座 前面的上座 這些所有的零件 KT 這台車 非常非常的用心 全部的零件都有附 這些零件都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這台車跟一般其他的 日系車款的小型車 不太一樣 它的底盤結構 後方是多連桿的 所以後方的一個統身設定 還有底盤設定 反應的話 都跟一般的歐系小車相差不到哪去 所以它的主打是它的安全性比較好 操控性比較好 所以它跟一般的 像HONDA的小車也好 或者是TOYOTA的小車 基本上操控的理念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它的阻尼的話 也比一般的日系車 還要來的硬朗一些 所以它的整體的路感 它的本質本來就相當的不錯 那今天車主會選擇來泰換 最主要是因為前方的避震器漏油 漏的還蠻嚴重的 這個應該使用了一段時間了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 都有Made in羅馬尼亞 然後FOMOCO的一個LOGO在上面 這個都還原廠的 好那這台車後方是多靈感的 跟四代的ST Lite是不一樣 ST Lite的話後方是拖一臂的 這台車後方是多靈感 所以如果車高有想要降低幅度比較大的話 經理就會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這台車它的竖角 這個是竖角 這個角度 原廠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在下支壁的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有一顆螺絲 這個天心螺絲可以調整這個角度 它可以調整這個角度 但是Camper的部分也微幅會做改變 那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這個後輪Camper的角度它就會變趴 所以輪胎的內側自然摩耗的就會比較快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建議兩個零件可以來考慮改裝一下 來增加輪胎的壽命 就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加後方的豎角調整器 那仰角調整器在什麼地方 這支就是後方的仰角 但它原廠的仰角不能調整 它跟Golf 7代的MQB不一樣 它的Camper不能調整 所以需要改裝這支仰角調整器 那竖角的話是在下方這支 鏡頭的話從這裡應該拍得到 這支 這支的話就是竖角 竖角的話可以改成可調式的 那為什麼原廠的竖角已經能調整了 還要改裝竖角調整器 因為原廠剛剛手指頭 底的那個偏心螺絲 它能調整的範圍 Range的話很小 所以如果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跟竖角調整器 它能調整的範圍 Camper的角度也大 頭映的角度也大 所以不論將到多低的幅度 改了這兩樣東西 後輪調整得好 安裝得好自然就不會吃胎了 好那這個是提外額外的部分 那至於避震器的部分 KT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調整機構 高低的調整機構 這個是後方180mm 6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防塵套 它是做一個加長的機構 所以這個最需要保護的 銀色的活塞桿 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全部都照住了 所以它的一個保護效果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台車 後方安裝還是一樣 老生常常 只有一個重點而已 就是後方的彈簧 千萬不要把它預壓縮過多了 如果這個筒身 經理把它縮得很短的話 它後方的彈簧壓縮得很多 那在一般路面不平整的時候 的一個回饋感覺 就會相當的直接 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這一條彈簧 180mm 它所預壓縮質 只有5mm而已 所以如果壓超過5mm的話 不是不行 是它乘坐的感覺 舒適度的話 就沒有辦法很OK 所以這個是後面 在安裝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至於這一台的阻尼 它的軟硬調整的話 在上方 上方的話它有一個飾板 飾板的話我們有附一個 延長的調整感 可以把飾板搓一個洞 就能夠做調整 好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這台車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8公斤 是8公斤的 那這裡的一些固定機構的話 安裝常常會有計時說 這個沒有辦法安裝 所以鏡頭啊 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點 然後讓計時的話 了解一下這個局部的安裝狀況 它這個算是一個 跟KUGA 二代的KUGA一樣 有一個轉接座 一代啦 一代的KUGA一樣 有一個轉接座 那我們需要把這個配送塊 把這個配送塊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它的這個ABS感應線的固定器 就自然能夠裝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配送塊 是需要拆掉的 然後這裡的話 油管固定下的位置 都跟原廠一樣 這樣的完整度就100分了 那這一台車 它的飾板是蓋起來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 在裝上車的時候 就把軟硬度的話 先把它調整好 像今天這台車的輪胎跟鋁圈 都還是205 55 16 16吋的規格 所以如果胎壓正常 那胎壓什麼叫正常 我們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通常會是在B柱的下方 那歐系車的話 有的是在加油蓋的內側 就會鋸上建議的冷胎壓值 像這一台的話 大概是32到34PSI左右 那我們把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軟硬度 那這台車我們大概都建議 調大概15段乘坐起來的感覺 車主的反應就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這台車我們很容易安排 有需要試乘 記得告訴我們小編 那如果有經理剛剛沒有介紹到的地方 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再請告訴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再記得幫我們分享到 FOCUS的相關社團裡面 謝謝大家 拜拜